30天由5地隐瞒行程不可离,继监委严查,北京海淀区体育局一工作人员疫情之下故意隐瞒行程,一个月里到国内外5地由来,7月13日上午,该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被北京市海淀区纪委监委约谈,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严厉指出,在疫情期间,对于个别党员干部职工纪律一时淡薄,顶峰危机问题,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,绝不能手软。 调查组让洛某谈谈自己2月以来至3月15日期间的主要活动是,洛某称自己报名参加了社区职守,其他时间在家里待着,哪都没去。 而办案人员表示,在调查中发现,洛某不但呼应隐瞒行程,返京后既没有向单位、社区报告,也没有主动居家隔离。 调查结果显示,1月26日至3月15日,洛某曾三次离京,出国境,累计30天,先后到达香港、韩国、泰国、珠海、澳门等5个国家地区和国内城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